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说没办法 看来只有我带你了 在水沼泽神宫的几万年 东华 不管是在碧海苍林还是在水沼泽神宫 你从来都不让我叫你师父 要我叫你东华或者少阳 每次有你先找你表白 就把我推出来 每天有男仙找我表白 你就莫名其妙提着苍合剑和人家打架 打敌那些男仙是不是费了就是重伤 还害得我不得不施斩凤与归来的治疗仙法 给他们疗伤 你说我堂堂天外天公主 凤临幻境的凤佛临帝后 天下的仙者都得尊称一生凤与公主殿下 为什么偏偏就看上你了呢 玉璽喝了口茶说道 东华听她这么说 笑着说道 情不知所起 一往而生 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爱你的 可能是你掉入碧海苍林时 可能是在水沼泽神宫 我记得当年求婚时 你问我 你会有守寡的可能吗 如今 还是一样 我东华子府邵阳君的女仙 没有守寡的命 这世上能让我入魔的只有你 能让我的仓和剑出窍的也只有你 我爱希尔几十万年 日日可见 玉璽笑了 落下一滴泪来 放下茶杯按着太阳穴 东华帝君上前扶着玉璽问道 希尔 你怎么了 玉璽说道 东华 我没事 就是有点没睡好 东华帝君伸手叹了叹玉璽的脉搏 低声说道 希尔 你回天外天三百年到底是干什么去了 三百年间你怎么用了这么多次治疗仙法 玉璽眨了眨眼睛 同样低声说道 东华 没什么 我只是拜托母帝复活莫渊的第九弟子 在天族与异族的大战中语化的另语 算是给莫渊上神送一份大礼吧 东华帝君笑了笑 说道 走吧 我们回太群宫好好地睡一觉 等你休息好了 我们就一起前去青秋 向白衣上神提亲 玉璽点了点头 靠在了东华帝君的身上闭上了眼睛 东华帝君挥手将玉璽化成了九尾红湖 抱着她一边摸着她的皮毛 一边离开了大殿 众先起身行礼道 晨等恭送帝君先驾 一日清晨 玉璽醒了过来 发现自己是狐狸的身形 立刻化为先行说道 这东华也真是的 怎么喜欢圆毛 丸姐姐说的还真没错 玉璽殿外守候的仙鹅听到殿内的动静 静念行礼道 奴婢百连见过凤与公主殿下 公主殿下请先洗漱 奴婢这就去换私善防备早善 早善 原来已经是早上啊 我这一觉睡得可真久 玉璽嘟囔着 挥手示意仙鹅免礼 起身来到梳洗台前拘水泼了泼脸 一时间神清气爽 仙鹅的动作很快 待玉璽洗漱之后 早善也都送上桌了 仙鹅说道 公主殿下 请用膳 玉璽咬了勺粥 送入口中 温度刚刚好 便问道 百连 帝君呢 百连恭敬地回答道 回公主殿下 帝君正在书房与仲仙议事 若公主殿下觉得闷 奴婢可以领公主殿下四处走走 意识 玉璽一下就没了用善的兴致 她从醒来到现在还没见过东华帝君意识的样子呢 见玉璽丢下汤勺 仙鹅有些惶恐 问道 可是不和公主殿下的口味 那奴婢让私善房重新准备一份 不用 本公主吃好了 玉璽丢下一句 便没了影子 玉璽站在书房外 觉得若是直接进去不太妥当 人家好端端的意识呢 她大摇大摆地走进去 不妥 甚是不妥 此时 眼尖的玉璽瞧见了一个仙鹅 便叫住了她 问道 给帝君的 玉璽看了眼茶盘 心中暗笑 本公主送进去好了 你且去忙你的吧 玉璽从她手中接过了茶盘 随后浑身金光四射 化成一个小仙鹅 脸去自身的仙泽后 端庄的走进了书房 抚她如书房 玉璽看到书暗厚白衣金冠的东华 心中有些惊艳 她暗暗赞叹 东华帝君果真什么样都好看 平日里的一席紫山 就已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清冷样 如今一身白色更显得不染世俗 凡间怎么说的来着 出淤泥而不染 浊青脸而不妖 东华帝君本在看城上的奏本 在玉璽踏进书房的时候 若有所觉的抬眼看了她一眼 分裂两侧的众仙 以为是来了什么仙者 顺着目光也瞧过去 见到只是一位小仙鹅 其他神仙们便收回了目光 玉璽收回目光 却发现两排人刚刚都盯着自己瞧 心里不由的发毛 他是做了什么不得体的事吗 他微测过头想了想 应该是没有啊 他按那下心中的疑惑 镇定地从左侧走向桌案的位置 将茶杯放在他的右手边 轻声说道 帝君 请用茶 说吧 他很自然地立在他的身侧 恕不知此举有多让人侧目 东华帝君瞥了他一眼 但那一看目光 声音清冷 北荒之势 本帝君已有所耳闻 已遣先者通知了昆文须 还有什么事吗 众仙行礼道 禀帝君 今日无事了 东华帝君便挥手示意众仙退下 瞬间书房里 只剩下了玉璽与东华 希儿 你还不便回来吗 怎么想到来书房的 我看你似乎很喜欢凤茶 在太成功做仙娥时 他在凤茶 在凡间做贵人 他也凤过茶 在大殿审问宿井 他也凤过茶 在青秋狐狸洞 他带人迎回叶华仙体 他还是在凤茶 是 我好像一直都在凤茶 要不 你干脆说我做太成功的凤茶仙娥算了 玉璽笑着便回了真身 东华审视他半赏 那他入怀后依偎深长的来了一句 那就大残小用了 玉璽不自在的回过身 不想让他看见自己脸红 他转移了话题说道 我就是想来看看 你在意识的时候是什么模样 没想到 这么一看呀 当真是别有风情 风情 东华帝君简直哭笑不得 笑着说道 此二字是否 欠妥了些 玉璽拿过他的一缕银发把玩道 会吗 我不觉得 东华帝君伸手摸了摸玉璽的长发 问道 希儿 你休息好了吗 玉璽点了点头说道 嗯 睡了一觉就好多了 东华帝君说道 那走吧 玉璽直接问道 东华 去哪里 东华一听就知道 玉璽已经把自己昨天说的话忘记了 只好再一次说道 去青丘找白衣上神提亲 玉璽听了一惊 手机一惊扯得东华生疼 说道 东华 你当真要娶我 东华帝君伸手从玉璽手中抽走自己的银发 顺手赏了玉璽一指暴力说道 希儿 君无戏言 只是我暂时没有准备好聘礼 但是我也准备好了信物 等大婚之前我会派众林送到青丘 至于天外天 玉璽起身说道 东华 天外天就不必送了 母帝从来不看重这些 我这次回去母帝也跟我提过了 只要送一份情帖去就可以了 另外 你这样是不是太过仓促了 而且你也不太符合 不符合什么 东华此时也有点紧张 不符合我们青丘则序的条件 我家老头一直是一位很俗的神仙 你既不是三代世家出身 如今又没有手握重拳 因此 还是等我说服我爹你再来提亲 玉璽说着 希儿 我怎么不知道 你能还有这样的责学条件 帝君握住玉璽的小手 再次拉她入怀 我也是那日偷听到的 玉璽嘟着嘴 可是 如今我连提亲信物都准备好了 总不能就这样放去吧 再说了 我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如果这期间 你爹把你许配给别的仙者 那该如何是好 东华帝君盯着玉璽的眼睛 撒娇撒吃 可是 玉璽还想说点什么 没有可是 看我的 东华帝君拉着玉璽的小手 念起玉风诀飞往青丘狐狸洞 此刻 狐狸洞的大厅里 狐帝狐后 白衣夫妇 折眼白针 叶华白浅都已在座 看着东华帝君和玉璽二位神仙 撤去玉风诀走进狐狸洞 众仙连忙起身行礼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